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DB 安达都亚 潜艇 照明福事件 还有很多很离奇的事件 让我觉得 我慢慢越长越大就觉得 我们的生活其实跟政治永远离不开的 我们今天吃的饭喝的茶多少钱 都是要看我们国家领袖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沙巴人最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跟杜巴一样有那么丰富的资源 为什么我们沙巴会成为整个马来西亚最穷的一个州 我们的州已经那么穷了 但是物价在外面吃饭就跟价钱就像 发展的比较先进的吉隆坡的价钱一样 但是我们的薪水还是什么的都比人家低 而且就很低啦 还有一个课题我要讲的就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政治家总是把种族这个课题挂在嘴上 为什么一个已经活到九十多岁高龄的领袖 到了今时今日他还是打种族牌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状态会那么的严重 我觉得跟我们的国家领袖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对我来讲国家领袖每讲一句话都有一定的力量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我在等着大选的成绩 在外面打包饭直接赶回家 坐在电脑面前就看整晚 就是在等大选的成绩 那时候我们Saba的成绩是在全马来西亚最慢出的 就搞得我更紧张 当天晚上说是国阵赢了 然后我们的摩萨连任 那时候整个心情整个又紧张又愤怒又伤心 然后过了第二天之后 突然间360度转变 咦我们反对党胜利了那时候 怎么说那时候就给我那种感觉是 黑暗里出现了一道光 不夸张还是不夸张 最近我都有在看报纸 尤其是我们Saba宣布要大选之后 我都有在看报纸 看着我们的前首席部长 就是我们敬爱的沐沙 每次在报纸发表的言论 就让我很匪夷所思 就很像他讲 这样我们的首长Shafi当了两年 什么没有搞好经济 然后就是类似这种 一直攻击我们首长Shafi的这个言论 我想他在发表这种言论的时候 所以没有想过自己执政了十多年 为什么我们Saba会变到这样惨 为什么他还有脸 执折一个才做了两年 才做了两年时间的首长 讲的这些话 他做了13年 我可以讲是一点 什么表现都没有 哦有啊 有很多官司啦 有很多贪污事件哦 46条 就这样子 撤销了 46条 贪污 滥用 滥拳 就这样子 不管怎样 我 不会 叫你或者 劝你要投哪一个党 我们 这个星期六的大选 我只希望你可以选择一个 不贪污 不会拿种族课题来当成课题的政治家 我们Saba 我们Saba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不贪污 而且 并持着中庸态度的领袖 我们Saba已经别无可求了 我们只是求一个 求一个对每个种族都平等的领袖 不贪污 不会 就是 就这样 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